三校區城府國小日前舉辦 創校百年校慶紀念活動 散步各地的傑出校友 也在這一天回母校一同歡慶 新北市教育局長林一華 在致辭時也特別感謝城府國小 為教育的付出與貢獻 雖然我們是一個百年老校 但是我們學校成績亮麗 我們不管是人文課程 環境課程 行動課程 所有的發展 我們都得到教育部最高的肯定 不只是我們新北市教育局 還得到教育部最高的肯定 另外新北市長朱立倫也特別到場祝賀 除了頒贈結出校友證書 還特別和現場民眾一起唱生日快樂歌 切蛋糕請祝 祝你生日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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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培育出很多優秀的人才 我們在整個環境生態上 有保有我們的特色 有我們自己每一所學校 所發展的特色 給每一位小朋友加油努力 希望我們這十班的同學 這一百八十位的小朋友 未來一半比一半更強 越來做得越好 城府國小為百年校園 治學期間孕躍了許多人才 在百年校慶中 許多校友以及民眾遠道而來 共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中家新聞 莫尼卡軍三峽報導